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饭后茶雨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集团创办人总裁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我们都知道华人很擅长投资 可是好像不太知道 怎么样可以再多省一点税 所以今天就的这个 很重要题目 我们来请教一下 总裁有什么好的建议 好 我们上礼拜不是谈过 这个拜登 propose加所得税的问题呢 那我今天来讲就来谈谈说 一般华人常常在省税的方面 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然后尤其在拜登的这些加税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样因应 我常常讲的 华人有很多好的习惯 在以前的时候都认为是一个好的习惯 但是呢 可是实际上到了美国来 就不见得那么好了 我为什么来讲这样子来说呢 我记得有个故事呢 说说有一个老公看他老婆呢 每次监狱的时候都要去 把头跟尾都要切掉 他就问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不知道啊 因为我妈妈这样教我的 然后他就去问他岳母了 他岳母说不知道啊 因为外婆都是这样做的 那他就去问他外婆了 那我就外婆笑笑的答案说 哦 那个时候因为家里的锅子太小了 我鱼放不下 所以要去除去尾了 所以呢 我们常常看啊 这个习惯在有时候带的一个习惯 在投资的方面 我们会在有的时候 偶尔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困扰 在税务上的规划 那我们知道第一个 就是华人常常讲说 无债一身轻嘛 尤其投资房地产 这个不喜欢贷款 有了钱赶快要把这贷款还掉 是不是常常有这个问题了 然后呢 再来呢 比如说优秀的人 在他们专业上投资股票都很好 可是在税务规划都欠缺了 我们来谈谈这一般呢 我常看到华人做的几个问题 他的税为什么越来越高呢 你想想看 第一个 他的所得如果高了 那投资股票 那又喜欢用税后的钱去投资 投资了以后呢 然后赚了钱又要打税了 投资房地产 本来是有很好的税的好处 都不贷款 或者贷得很少 那最后呢 房租收入也要算 然后股票收入也要算 其他投资还要算 再加薪水 本来就已经很可怕了 那如果拜登加税了 不是更可怕了吗 所以我现在跟大家来讲几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呢 如果投资股票的话 我尽量建议从retirement plan 比如说IRA去投资的 那有人说 我如果钱 很多钱 他们都是公司的41K呢 那如果你在比较大一点的公司 年龄又到一个level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你们的HR问问看 你们公司的41K里面呢 有没有一个provision叫in service distribution 他这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还在公司上班 那个时候呢 只要你有这个provision年龄有何的时候 你可以还在上班的时候 就把他的这个钱转到你的IRA去了 然后用IRA或RAS之类的地方呢 去投资股票的话 至少这里面 如果买卖的话 不会产生任何税的问题嘛 不然的话 你今天要不要卖这个股票 想今天税已经很高了 就要不要买了 那时间一过了又不好了 所以投资股票 尽量在retirement plan里做 第二个 买投资房地产 尤其是出租的物业 income property的时候 这个不贷款 其实尤其在现代的环境下 真的不是那么好了 可是华人会觉得贷款 其实就是一个负债 那如果要省钱 是不是就不要贷款 我们在以前节目中也强调过 为什么投资房地产 一定要贷款比较好呢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 如果拿100万 去买一个100万的income property 那今天房租 是不是要收入的话 你能抵税的东西呢 第一个 你没有贷款利息可以抵税 因为出租的物业 你的贷款利息 是百分之百可以抵税的 不像自住房 只有75万 第二个 你所有的property tax 可以完全抵税 没有1万块的限制 1万块也是自住房 第三个 折旧 也就100万的property的来折旧了 所以基本上抵税东西有限 那你房租还是收入 那再来呢 100万翻了一倍 变成200万的时候 你是拿100万去赚100万 可是如果拿这100万去买一个300万的property 第一个 你的mortgage可以完全100% deductible 然后你的property tax 按照300万的property tax来做deduction 你的折旧也是按照300万的折旧再来算了 那最重要的 当你300万翻一翻以后 如果变成600万的时候呢 事实上你是拿100万去赚300万 所以不管在税上 我的税上好处 因为你这样投资房地产 如果计划的好 你不但你所有的房租不要算income 可能有的时候还是negative的 还可以充其他的income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概念 那我当然了解大家为什么说无债一生轻呢 如果无债一生轻的原因是说 你怕将来万一房地产没有不付钱 其实我给大家带一个概念 其实真的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呢 在美国的房地产通常十年里面 大概最多三年到四年不好 六七年大概是好的 那你最要担心的是说 这个三四年不好的时候 如果房客都不付房租怎么办 这个就是一个概念 不是让你不去贷款 而是当你有足够的现金储备跟现金流的话 cash flow跟cash reserve的话 当就算你房客都不付钱的时候 你都有足够的现金储备跟现金流 来帮你支付这个房贷的话 是不是这几年不好的日期 你都可以过得去的时候 那房子房地产好的时候 就不用太担心了 如果这样子来讲的话 这样子去投资的话 如果你把现金储备跟现金流准备好的话 你去投资房地产 不但是在税上可以你达到 最大的好处最重要 你的回报也会好得多了 我们都知道很多华人很擅长做投资策略 但是投资完的钱可能赚了 也去交税了 所以是不是在税务上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如果你今年你的收入方面 如果你可以做一些好的retirement plan 尤其是自雇主或人少的 年纪又到一定年纪的话 我们可以做更好的抵税的 像define benefit plan 然后再来 你的剩下的收入已经减少了以后 再来你做股票 不会在retirement plan里做 也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投资房地产 你有达到最大的税的好处 再有余钱想要投资的话 你可以考虑在年金 在人数保险 这种缓税 免税的东西 多做一点的话 那你整个portfolio来看 你只有所income 而且还可以抵掉税以后的 income才需要打税 其他你做股票或房地产 跟其他的投资 要不然是缓税 要不然是免税的话 你整体来说 你的税务的情况是不是好得多了 你的安全性也有了 那这样子来说 就算拜登不断的在加税 在这个情况 对你的冲击 还是不是很少的 所以一个好的税务规划 尤其在现在加税的情况下 是越来越重要 所以提供这个方面 给大家做个参考 如果大家想对这边 有一些问题的话 可以欢迎跟我们联络 跟我们公司联络 我们会有机会 跟你们帮你们做一些 不但是财务 也有税务的一起的规划 这是我们最近的 一直想常常谈的一个话题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总裁带来这些新的观念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见 好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